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流血 简单的答案是 它反映了成书时那个好战 嗜血和无情的时代 然而不仅如此 上帝让那个时代发生的故事写进圣经 是因为在更深的灵性层面上 它们描述并警告我们 必须准备应对与邪恶的冲突 生命涉及许多内在的挣扎和征战 只有在冲突中取得胜利 我们的低级本性才能被克服 我们内在的灵性才能成长 兴盛 我们的灵性生命有无数的敌人 我们必须与之斗争 它们是谁 有何特性 以及如何影响我们 这些都充分对应着那些骚扰 攻击 又是征服古以色列人的各种敌人 在新教会 我们相信这些故事是特意写进圣经的 目的是使之成为一本指导书 使我们能够识别 并战胜自己生命中的这些敌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